拿起地上斷成两节的墓碑缺块 蔡新民众越说越无奈 原本一家大小准被趁着亲民前夕到敖峰山扫墓 没想到一道墓地竟然发现祖先的坟地上 竟然有三处墓碑遭到破坏 经过询问之后才发现已四市公所派员 进行除草作业时 施工不慎所导致的让家属是十分气愤 为了方便民众祭祖扫墓 是否今年首次推出割草服务 由公所派员到各大公墓提前进行除草作业 原本是好事一桩 但是却意外毁损墓碑 家属气愤之余 现在还得联络命理师挑选适合的日期和风水 修复墓碑 徒增困扰 比方这种的这些是要再看一看人来处理 当然是一定会比较麻烦 这个荷物是真的吃好 但是说也是要有这个注意 才会造成大家的不便 因为来说大家都没用没工 就来也是吃火器 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的 我们很有诚意来处理 我想当事人他也不会说要求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完满的来解决 公所也表示由于公墓面积大 人员使用割草机进行清除作业时 可能因为杂草密集 人员一时不查才会不小心破坏墓碑 造成民众的困扰公所也至上歉意 目前也已经会同厂商帮忙将毁损的墓碑 重新修复完整 建成伯瀚台中采访报道